做个快乐的付出者吧 反正即便是难过 都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天总 你好 我叫齐连珊 行了 行了 你不用自我介绍 我遭有耳闻 见到人我算是明白了 难怪写不对 对着才有鬼呢 之前呢 小白跟我说 你说 你不善沟通 当时我想 确实是有一些编剧 口头表达能力 不及笔杆子 所以我期待着 能看到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 结果呢 眼睛差点没瞎了 这 哥 这 是 姐 那个 贾真啊 我可是跟平台拍胸脯 打了保票的 说这个项目剧本交给你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就是这么应付我的 我 我没有啊 什么没有 我要的是一个校园爱情 青春阳光充满正能量 就让我打到外面 是什么 我很好 跟平台拍导 优优独播 打了 总好 这样 别打了 我 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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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了 感谢了 杨玥老师这边请吧 好好好 姐姐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好 喂 艾米亚 我是刘霞 是这样的 我之前给江总的情况呢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也整理了一份卷宗 看你方便的话 可以找人过来取一下 交给他下一个咨询室 或者你给我个地址 我给你邮寄过来也行 你别的意思啊 就是之前已经做好了这些 你们留个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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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说我 SERVING 你不是一定写完句味了吗 你怎么让对方不满意呀 写是写完了 只不过 不是对方想要的 方向错了 白写了 就是付出 没有得到回报呗 也不是吧 我理解 很多时候呢 人们往往愿意忍受痛苦 去坚持一件事情 是因为希望可以获得 自己想要的回报 但是一旦这个回报 彻底没有了希望 那也就失去了 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这种时候呢 人就会产生很多 低落 失望 各种负面结局 但是聪明的人 往往都会把回报和坚持 当作两件事来看 做个快乐的付出者吧 反正即便是难过 都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饿不饿呀 我去给你做点面吃 我不想吃面 不想吃面 行 那我去看看 还有什么好吃的 别难过了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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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